大家好 又是我Carrie 今天分享一个很亲闻的茶几 干炒黑椒肉丝 意大利粉 在家裏做的用小锅子 一样很有锅气 不难的 一步步来就可以了 正呀 大家好 受煤气中心的邀请 最新一期的烹饪课程 在10月8日 继续在煤气烹饪中心举行 10月8日下午2点 示范是黑椒牛仔骨 实习是姜油鸡 10月8日下午2点 有关详情大家可以上煤气中心的网站 或者说明栏我会有连结 希望大家踊跃参加 先看看这次的材料 有些菜马很简单 半个洋葱 白洋葱 紫洋葱都可以 蒜头 少少 红椒 葱 我有一点猪肉 这边的肉 这边约150克左右 最好是摔下少少肥肉 报位没有什么要求 因为我煮食 有时拿到什么材料 就用什么材料 不会特别的 原来你可以的话 用猪梅肉 但最重要是有少肥 因为我们会利用猪油 这样会香很多 吃得辣 你可以放少少的紫天椒 这样就会更正 现在你看到我这种椒 是不辣的 葱 多放少少 会香些 始终都是中西合璧的东西 有个中生的东西 首先我们这半只的紫洋葱 近期的街市比较多 如果买不到 用白洋葱都可以 我们先把它切丝 半只就够了 不需要太多 慢慢来不用急 原来不能切太幼 那就切粗一点 不要紧 最重要可以切得到 最初煮食 要慢慢来 蒜头 我们把它切成蒜片 蒜片 有少许厚度 太薄很容易焦 尽量用西餐刀 用刀尖去切东西 会控制一点 我常常用刀尖 其实有原因 控制得好一点 然后 红椒 选择大一点 就没那么辣 你可以用灯笼椒 灯笼椒是完全不辣的 我们先起了核 但是灯笼椒 甜味比较重 看看你喜欢什么 尖椒的甜味 没有那么重 等一下你会看到切条 不要在皮上下刀 在皮上下刀 很容易出水 出水就不能放 很快很多水 出了些水 然后很容易变坏 所以我们尽量在肉下刀 不要在皮上下刀 特别是你 可能早上设定 晚上煮的 要小心一点 然后我们可以做多一个步骤 就是了 用厨房纸 锁一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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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锁一锁表面的水分 它又更加放一点 以前我们做铺飞的时候 或者在餐厅做的时候 在酒店做的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 早一天 已经设定些东西 所以就用一些保鲜的方法 然后冲 4cm 左右 就可以了 你可以斜刀切 很漂亮 其实没所谓 炒完之后 看不到多少 然后我们尽量放在一只碟上 或者两只碟上 这样 排好的次序 例如先炒洋葱 接着 蒜头 接着红椒 这样 你就不会漏东西了 还有 有点葱的头 我们用来起锅 你看到在蒜头旁边 这种方法 我用了几十年 接着我们的猪肉 我们首先切薄片 如果你切不到太薄 不要紧要 厚一点 没有所谓 慢慢来 总之小心 不要切到手 因为我经常说 如果你一个人在家 切成手就很狼狈 如果还有一条小孩 就更狼狈 切完一片片之后 然后我们将它切条 好了 你可以尝试我这个方法 把刀在前面 到向后 拖下去 会切得快些 或者好像我现在这样 都可以 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不要急 慢慢来 不用急 肥肉呢 我们另外处理 等会把它放开 拿来起锅 少少的猪油 会香很多 其实蒸鱼的时候 你用猪油 淋下去 滚油 用猪油 是特别正的 接着我们腌一腌去 很简单 鹽和黑椒碎 那其实呢 不需要特别加生粉 因为呢 等一下我们 我们需要它的口感 有少少咬口 我不需要它那么滑 不需要那么腍 还有这只猪肉 我知道它会腍的 所以呢 不需要那么多 我最简单的方法 去调味 鹽和黑胡椒 那么多的油 搞定 一样很好吃 因为我经常觉得 如果那些肉可以的话 不需要那么多醃料 接着我们准备一瓶水 我们准备煮我们的意粉 加少许油 一汤匙的盐 多加少许鹽 不重要的 现在呢 看看它的意粉有味 然后150克的意粉 煮8分钟 或者呢 你可以看一下你的包装 意粉包装上面 去写多少分钟 如果没有写 8分钟就可以了 不需要干冷河 干冷河 很容易断 等会你会看到 我们就这样煮8分钟 冲火 麻烦等会有可能有广告 你可以一边欣赏 美丽的广告 一边帮狗猫猫掃背 厨房呼吸法 或是在骑柳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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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到 所以8分钟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出去隔水 先隔了些水 那些面水 不要了 然后呢 我们放在碟里 吹 摊 摊一摊 游得去 放少许鹽 拌一拌 不要黏便可以了 它自己还有些余温 它会继续煮的 所以游得去 就是这样的效果 口感是最好的 过了冷河 它会发脏 然后很容易断 即是我们古代吃的意粉 不是很软的 那些就可以了 你就要过冷河 这些不需要 接着呢 我们先调整汁 稍后 你会方便很多 现干幕已经写了有关的份量 很简单 酒 生抽 蚝油 一点点点老抽 有点色 这样就可以了 牙肌的东西 当然会拿些生抽 然后我们中火起锅 烧热一只锅 有烟 我们先加些油 少许油 不需要那么多 因为我们先炒一炒肥猪肉 炒一炒肥猪肉 逼出猪油 整个面会香很多 是的 很好吃的 这个方法 一步一步来 不用急 一样很有锅气 我这个也是炉仔 打火锅用的炉仔 一只普通的锅 铁锅 不要容易结黄 因为我们要开很大火 炒到肥猪肉 你看到有些金黄色 焦焦的 哇 这样就香了 有些猪油出来 是特别香的 很香 然后我们把肉放进去 初头的时候 不要动 然后呢 先动下去 不需要担心 不会黏的 好的肉 不需要腌的 其实它也不是 这些猪肉 都是很普通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不需要腌 其实不腌 很多时候不腌 还好吃 有盐和黑椒 已经很棒了 我们煎一煎 炒香 炒到表面有点色 就可以了 现在是中至大火 你可以开到最大火 不用怕 有很多油水 你可以拿少量出来试一下 看熟 其实熟 熟 你知道 你看到的 一收熟 紧身 就熟 很快 拿起来 先 不需要洗锅 这个绝对很烧射 锅上还有少少油 但是不够 我们加少少油 一点都可以 继续中至大火 然后我们将洋葱放进去 炒香洋葱 炒到洋葱有少少软 少少软 不用怕 不会焦的 少少软 那么 你大火炒它 因为洋葱里面有糖分 这样糖分会跑出来 这样就会更加好吃 然后我们顺势 将蒜头 和葱头放进去 有一只碟 这样放次序 你会方便很多 这些洋葱 你看到已经收缩了 软身 我们放蒜头 放蒜头 准备放红椒 然后继续炒香 原来现在这个步骤做得好 等会整个意粉都会好好吃 是家里都做到的 不一定要出去吃 接着我们将肉 放进去 底部会有些油 不要浪费 全部倒进去 接着呢 一汤匙左右的黑椒碎 黑椒碎 不是黑椒粉 尽量买黑椒碎 因为黑椒粉是辣的 黑椒碎是香的 接着我们加少量厨酒炒香 放进去 接着顺势 把意粉放进去 不需要担心的 不会黏底的 但可能呢 我一日没有少锅边 锅边呢 可能会有少少黏 但这些都不要紧的 接着呢 简单说 拌均匀 炒均匀 炒均匀 一边炒一边拌 最后我们将葱放进去 很快吃得 很快 这个份量呢 够两个人吃的了 我们再加少量黑椒碎 让它更加香 不需要它加盐 因为我们有汁 你将牛 猪肉丝 变成做牛肉 都可以的 我用猪肉 就贪大家方便 因为我知道 很多人不吃牛肉 和买牛肉 可能会觉得麻烦 不知买哪只好 那还用猪肉 普通的猪肉 就好 一样都很香的 接着我们将汁 在锅的旁边 放进去 这样会更香 汁里面 也有糖分 接触到锅的热力 就变成了 焦糖的味道 所以就会特别香 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很简单 小锅 小炉 都是做得到的 很简单 不吃饭 拿来做饭 当然可以 有时 吃饭吃到满了 就炒个意粉 吃一下 买这些食材 很容易 超市场一定有 猪肉通街 也是 小小的加利薯 配菜 就已经够了 不需要加菜 不需要吃 已经足够了 太多东西 反而有时不好 最后可以耍多一点黑椒碎 这样就会更香 可以吃的 麻烦 没订阅 请订阅 是免费的 可以给个赞 分享给朋友 如果觉得我的影片是OK的话 简单易做的 很香 意粉 很有咬口 但是熟 肯定熟 不用担心 很清新 口感很爽 我很怕軟 我喜欢吃有咬口的东西 其实还有些猪肉 是好吃的 可以这样炒 不需要多 那些猪肉 我记得是150克左右 简单单 有一餐 海内的网友都做到的 今天差不多了 多谢各位收看 希望大家喜欢 这个很简单的 干炒 猪肉丝 意大利粉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